小豬 小豬羅志祥26號為便利商店推出的 台灣名系列便當代言 廣告中可見小豬長陽在農田中 這也勾起小豬兒子在爺爺稻田裡搗蛋的記憶 我阿公就是準備要教訓我的時候 我就故意踩他的地 然後他說你給我回來 這樣 然後我說我不要 除非你不要罵我 我就回來 因為小時候很喜歡打野外棒球 然後我就拿泥土加水變了一顆球 然後在那邊丟來丟去我阿公也是會罵 因為他們還在插秧的時候我就踩那個地 所以阿公就會趁那個時候告訴我說 你要體諒很多農夫的辛苦 一粒一粒米百粒飯 然後百粒汗 一粒米百粒汗 然後就是要懂得去感恩 然後要去珍惜 而25號日本發生AKB48成員被歌迷砍傷的事件 也讓小豬很震驚 我今天起來有看到這個新聞就有點驚訝 尤其是在日本的演藝的這一塊 是非常的嚴謹嘛 他們不管是辦活動 或者是辦簽名會演唱會等等 他們都是非常的嚴謹在這一塊 然後可是我卻看到這個新聞會有點震驚 是不是覺得現在的社會已經變很多了 然後人心 他的心態是不是也變得有點怪異 我就覺得怎麼會隨時隨地 都可以有這樣一個事情發生 就會覺得很心寒也很痛心很難過 美美現身總是引發粉絲瘋狂追逐的小豬 也透露了自己觀察歌迷小動作的秘訣 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我在簽名 或者是跟歌迷有近距離的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注意他的全身 還有他拿的包包或是手 然後因為我舅舅呢 他是非常專業的一個 喔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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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會告訴我 你要看他的肩膀 就是肩膀有什麼舉動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動機在哪裡 是有教你一些琴拿術嗎 不是 就覺得有跟你說什麼 沒事啦 肩膀怎麼看動機 就是每一個人的動作都會用肩膀 來告訴你他的起步是在做什麼 對 他就說你要懂得去看別人的肩膀 然後就眼神要放空去看他的肩膀 你就知道他要什麼動作會 有些大動作會出現這樣 然後我就會仔細看他們的手上 會不會拿一些有的沒的這樣 然後有時候我會故意坐得 離桌子遠一點裡 對 而小豬近日捲入於大陸整容女周陽青的桃色風波 對此 小豬收起笑臉表示 類似的傳言已經太多 不願再多做回憶 你願意樂觀面對這一切是非 WOW NEWS新聞網採訪報導